南韓總統朴槿惠政治醜聞主角崔信實已經從德國返回南韓 60歲的崔信實星期日回到首爾,他的律師表示 崔信實將會主動回應檢察官的調查並根據事實作證 朴槿惠近來深陷醜聞,他被指控允許崔信實干預重要國家事務 朴槿惠的民意調查支持率近來急劇下滑,並有上萬民眾上街抗議要求他下台 他曾經承認將演講草稿給予沒有公職也沒有背景安全調查的崔信實修改 紀錄顯示崔信實還看過機密檔案,其中包括關於日本和北韓的資訊 任期還有一年多的朴槿惠對此表示道歉,但表示不會辭職 旅行